从停摆到重启 从控场到有观众 国际拼联首席执行官丹顿表示 这一过程十分不易 此前在威海进行的 男女世界杯赛空场进行 来到郑州的总决赛 国际拼联赛是重启后 首次迎来了观众 八个月都没有比赛 然后三个星期在威海 重新开始 然后今天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观众 但是今天到胜场 然后开幕式 然后比赛开始 有观众我们觉得 哇我们会来了 我们看到很多国际赛事 不是说乒乓球 但是别的 你没有观众的时候 你感觉有点不一样 你感觉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热闹 没有那么好看 然后有他们 就是鼓掌啊 什么加油啊 什么 你都感觉非常的 你感觉就是一个 赛舍吧